来请看 刚刚这边是不是解决了 那这个的话呢 你呢一样只要给他打上A1就好了 记得打完要先按Enter Enter一下 回过团点到他以后呢 在右下角点快速点两下就好 现在呢已经会了嘛对不对 快速点两下其实就可以了 国立国务数就不用管他了 这个各位把它做一下就好 那各位呢因为我是懒得打国字 那没关系如果呢 我顺便告诉各位顺便教你好了 顺便跟各位分享 怎么样可以复制 资料 等一下你第一个懒得用打的 你就把它复制过来可以吗 那因为呢刚刚的同学不小心做了复制 所以我顺便的讲解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的资料复制过来可以吗 你点到你要复制的资料 先点到哈 点到这一个 然后呢 请你把Ctrl按住点一下C 这个时候呢 是我现在跑 那个我去现在跑 就代表他就把这一个Mock 起来 他把这个的资料 已经抓到他的记忆里去放着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到隔壁这个点一下呢 贴上就可以了 Ctrl按住点一下V就可以贴上了 但是呢 要注意贴上之后呢 因为你可以再继续贴上其他的格子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你贴完毕之后 下一个动作呢 你要把这个虚线 再跑的虚线 这个你要把它取消 什么取消呢 各位的键盘 左上角 有没有个ESC键啊 取消键 有没有 ESC键 你按一下ESC键 把它取消复制就可以了 这样会了哈 OK哈 好 那我们呢 按在右下角 点两下就可以了 好 这样等一下 各位就了解了哈 那一月呢 一样 如果你懒得用打的 你就把它复制过来 可以吗 复制过来之后呢 下这个都是清单哈 在这边哈 我先告诉各位 他到底帮我们做了哪些清单呢 我顺便带各位去看一下 来各位请跟我一起进来哈 那等一下 这边啊 国一如果你还没有做的 你呢先做一下 顺便练习一下这个复制 可以吗 我这边等你哈 你就到国一这边就停 这边做完以后 这边呢 我们待会先看完清单再做 可以吗 来交给你 如果你那个国一国外 那个还没做的 先做一下 顺便练习一下复制的这个功能哈 ok哈 来请各位暂停一下动作 好 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请各位点一下到档案点一下 我们的选项最下面一个选项告快点 我们点进来哈 好 进来之后 左边啊 一个进阶啊 点一下 点进来之后呢 直接的按住右边的滑杆 按住哈 拉下来到 到看一下 这边 找到一般 有没有看到一般 拉下来 看到一般的这两个字哈 好 往左边啊 往右边看一下一个编辑制令清单告快点 把它点一下 好 我在这边等各位 请就把这个表 把它打开来 嗯 档案点下去里面呢 最下面的青一个选项 选项按进来 找到进阶 进阶 请看 有没有 这些都是他帮你做好的 啊Sunday Monday 第一个是不是大写 啊 Sunday Monday 这些都是一样 这都是哈 周日 周一周二 星期日 星期二 一月二月 有没有 这些都是他帮你做好的 好 现在我们要新增两个 一个是五行 金木水果土 一个是十二生肖 我们啊 教各位做金木水果土 做完以后 十二生肖 各位自己做一下 来 那我们开始做了 我们先做五行哈 各位 有没有看到上面的新清单 这三个字 你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你会在右边看到 这边一闪一闪的 有没有看到游标 好 这时候呢 就请你打 注意金哦 金木水果土 对不对 金 好 再按lent 让它跑到下面去 打 打直的哈 金木 水 果 土 OK 这样就好了 打完毕之后呢 你再按下去的话 它就多一个 所以你再往回删一下好不好 金木水果土 确定这个几个字都完成 没有问题了 按新增 按哦 点下去啊 你把金金金 看在牌左边才算哦 懂了哈 完成一个 如果OK了 好 我们打赶完上去一点 有没有看到新清单 再点一次新清单 这次请你把十二生肖做完可以吗 两个都做完了 查案确定好不好 来 我们在这边等你 哦 十二生肖不会背的 你请隔壁一面背 一面打 先把金木水果土先打完 你这样子背一次了 你就可以做第二次 第二次的话就是十二生肖 就这样子背后